那國際話題我們要先帶您到中國來看看 在廣東有一間餐飲店 昨天呢居然發生了氣爆的意外 而且呢當時這氣爆意外的時候 三名店員還正在門口聊天 所以呢近期氣爆也因此波及到了他們 另外呢一旁剛好路過的機車騎士 也差一點被爆炸毀壞的門框 甚至是玻璃化傷 還好呢這名騎士在倒地之後 是趕緊爬起來逃命 整起事故並沒有造成重大的傷亡 那現在目前初步調查是顯示 是店裡面的瓦斯鋼瓶外洩 才會導致激起氣爆意外